你作为台球新手 拿到球杆后 最想做的是什么 一杆清台 不是吗 不是的 拿到球杆 别着急打 先看看这三点 你做到没有 今天分享台球新手 要注意的三件事 让你看起来更专业 第一点 你的衣服 有个吗 太紧的衣服 和过为复杂的装饰 会影响我们出杆 除了个别比赛 要求穿衬衫马甲外 平时练球 安松舒适的休闲装 最合适吧 第二点 你的头发 挡脸吗 长头发很漂亮 但是补身架杆 却看不到目标球 一球前 可以把头发扎起来 打球视野更好哟 第三点 你的饰品 会叮当乱响吗 打台球 是可以带饰品的 但是 不可以影响到你打球 像小巧的 耳钉 耳环 戒指 短款的项链 都是可以的 头发 OK 衣服 OK 视频 OK 第三点 你都格格了吗